最近互联网有一句话挺火的分享给大家 叫做我不是天生就强 我多半是要量了 所以在我量之前我要疯狂 我相信这句话是不是反映出了很多很多年轻的创业者 特别是大学生啊 年轻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呢 其实啊这种心理状态是好事 但是你不要放动自己 年轻人嘛就要活出一个年轻人的那种狂样 这孙宏雷都说了吗 说不狂不狂还叫年轻人了吗 但是你这种狂法啊 不要变成什么狗喷子傻袍子和杠精啊 天天这个喷别人天天跟别人干 你这种狂要变成什么 要变成自己的自强 说今天红色你做短视频 你拍了700来条 凭什么你能拍700条啊 我不拍700条我也得拍500条啊 这叫狂是吧 这才能让自己不良啊 才能让自己强啊 你不能说我不强 我可能要凉了 所以我才狂 这不对的啊 这是对自己的一种什么妄自菲薄 这是对自己的一种嘲笑 说屌啊是一种精神 真正屌的精神 大家都什么违背了 或者大家都不知道屌的精神内核在哪 屌的精神内核就是人人都平等的 虽然说你有钱 我没有钱 那又能怎么样啊 这叫屌 同时屌呢又是什么 不自暴自弃的 说你行 你能挣100万 我能挣1万啊 啊我自强啊 我这个人是自爱的呀 这是屌 所以屌有一种不卑不亢的这种感觉 啊屌精神 屌文化 可是现在我们变成什么 变成屌喷子了 你这就有点讨厌了 是不是 有那句话吗 叫做不吓人 恶心人啊 所以呢 当我们要量的同时 要知道有量的这种危机感的时候 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狂妄的学习 说最近哪个流行啊 好 我学他 有人说说你能学吗 你学不会 我为什么学不会啊 你们能讲我还学不会了 说这件事情啊 已经是创新了啊 太创新了 太超闲了 说你就应该脚踏实地的啊 做现在的事情 凭什么呀 我就要学一些创新的 就要学一些目前有趋势的 互联网下班长的事情 这些狂 狂妄 才能够保证自己更强啊 我是小强 我很强 但是呢 我很仓狂啊 你不能说我小 我小强 我是蟑螂 我吓唬你 那这不行啊 所以仅此这段啊 送给送给所有所有说这句话的人啊 我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 但我相信能够说出这句话 总结出这句话的年轻人啊 一定是number one的啊 但是把这思想啊 稍稍转一下啊 稍稍变化一下 你就真的成为一个强者了 好吧 最后把这句话 送给送给所有所有的人 其实你很强 你不会凉 只是你没有狂到地方 我是黄鹤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应该相关的事情 针对于这个话题啊 大家可以展开讨论啊 谢谢啊